今天下午高乘载管制解除 国道车潮涌现 水山隧道更是全天塞 庆祝建国百年和新北市升格平行天灯活动 提早在今天晚上展开了 埃及领导阶层集体辞职 不过街头民众仍然不满意 莫巴拉克没有下台 斯蒂兰卡又发生了水灾 已经有13个人死亡 80万人无家可归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王岐路 欢迎收看今天2月6号的公示晚间新闻 首先大人关心的是明天 是春节廉价的最后一天 很多民众今天都提前返回了北部 下午3点开始 高速公路解除了高承载管制之后 国道遗憾和国道3号都有回堵的情形 雪山隧道更是全天都塞车 高公局预估晚上10点才能消化车潮 建议民众改走替代道路 或者是利用深夜免收费的时段 避开车流高峰 下午3点高承车载管制易结束 高速公路马上涌现北返车潮 各收费仗前车流明显增多 根据高公局统计 年初次到下午3点 国道全线车流量有155万辆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8万辆次 预估下午4点到晚上10点 将会出现运量高峰 由于这个车流会逐渐增加 预期到这个下午6点钟 会达到小时交用量最大的情况 那整個擁塞的情況可能也要持續到 類似晚上10點以後才會慢慢得到疏解 高工局指出包括國道1號的新竹系統 國道3號中部路段 以及國道5號雪山隧道 都是容易塞車的路段 平均時速40到60公里 尤其雪山隧道時速大約只有40公里 北宜高速公路的這個主要的四個路口 包括頭城 宜蘭 羅東 蘇澳 都是有排隊的這個情況 大概有1公里到2公里左右的排隊車震 所以可以的話我們預請傭人 是不是能夠考慮改走其他替代道路 7號是春節假期的最後一天 高工局估計初五的車流量可能會比較少一點 但也呼籲駕駛人南北長途走國3 往來台中走國1 短途走地方道路 盡量利用深夜0點到7點的免收費時段上路 避開塞車的時間 記者黃宜如陳昌偉 台北報導 今天大年初四不少民眾都湧入了財神廟領紅包 希望能討個好兆頭 不過有民俗專家說 初四在民間傳統上其實是迎神日 初五才是接財神 但是現在工商時代傳統習俗漸漸被淡忘了 很多人都混淆了 炮竹一炸開 紅包全掉了下來 底下等候多時的民眾全都搶翻天 大家幾成一團 全是為了新春能領到大紅包 討個吉利 大年初四高雄祺山財神廟發紅包 民眾一早就來等 希望青春好兆頭 新的一年發財賺大錢 不過有民俗專家說 其實大年初四應該是傳統習俗上的迎神日 傳說是要把在農藝12月24日 做回天庭樹職的眾神接回家中供奉 而且民間還有所謂送神早接神晚的習俗 那麼在初四是要迎神 但是送神要早 迎神要晚 多數的迎神是在有時 也就是我們下午的五點到七點以後 而農曆正月初五才是接財神的日子 但是隨著時代改變 這些傳統習俗很多民眾都分不清楚了 那麼初五呢 這迎財神就要早 跟我們宮廟的迎神要晚 是不同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家家户户 大家都在求富貴嘛 當然都希望財寶 這個滾滾不遠 進我們的門庭 所以呢 我們初五呢 這個迎財神就要早 工商時代對於傳統習俗 已經不再那麼重視 也漸漸淡忘 不過不管如何 新春祈求平安順利 新年發大財 還是許多人的新希望 就這裡學完 陳顯坤 高雄報導 雖然才大年初四 不過今年的平溪天燈節 已經在今年晚上提早展開了 為了慶祝建國百年 以及新北市的升格 今年晚上在平溪釋放第一波的天燈 也讓民眾能夠在新春祈福 現場湧入相當多的遊客 現場最新情形請記者 薛英佳來告訴我們 好 主播各位觀眾朋友 民國一百年的平溪天燈節 在今天是正式的展開了 您現在在畫面上所看到的民眾 都是在下午兩點就來到這邊來排隊 才獲得入場施放天燈的機會 而今天在平溪這邊的天氣 是十分的晴朗 現在一起來感受一下 現場施放天燈的氣氛 點亮的天燈象徵許下了心願 其實最早的時候 放天燈是在山裡報平安的信號 到後來才演變成祈福 許願 還有幸福的象徵 而台灣特有這個放天燈的這個活動呢 也在2008年被Discover頻道 評選為全世界兩大家年華活動之一 可以說是相當有台灣味的這個特色活動 而今年的平溪天燈節 已經是第13年來舉行 主辦單位估計 光是今天晚上就已經有6萬人次湧入 那其實呢 在今天白天的時候 平溪就已經非常的熱鬧了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一則報導 起上心願的天燈冉染染上身 平溪十分車站前 擠滿了等著放天燈的遊客 五彩編分的天燈上 有各式各樣的願望 大家都想趁著新年許願祈福 身體是最重要的啦 對 因為剛好有事情 所以就想說幫他祈福一下 祈求賺大錢吧 全家幸福啊 天氣晴朗又是農曆新年收價倒數 讓平溪湧進大批觀光客 台鐵平溪支線斑斑客滿 遊客得像這樣拼命的擠才上得了車 就算台鐵已經加開番次 還是消化不了月台上的長長人籠 一直要擠啊 從哪裡來的 從彰化 彰化 早就來了嗎 昨天就來了 昨天就來了 會不會花花的兩天 今天比較多 今天有點累 一定有點累 真的太多了 台鐵表示每逢新年假期 平溪支線都會因為人潮擁擠而延誤 不過就算再擠 似乎也沒壞了遊客的好性質 而由於天灯節才剛開幕 主辦單位也提醒民眾 除了台鐵 平溪時分風景區 也有接駁公車 可以多加利用 記者 薛家秋福財 SNG小組新北市報導 資料 臨時 商場 臨時 北市 平溪時 感谢观看